第1161章 抵达 第1161章 抵达 第1161章 抵达 那些倒霉的家伙已不知道要强横了多少 而在那诸多光影中一道红光则是视如破竹弯的掠过 那等红光仔细看去原来是一座小型的殿雨 只不过在那殿雨的周围红光凝聚 这种光芒似乎相当的强大 这些凌厉的刚风劈砍在上面 竟只是令得其人荡出道道涟漪 那种防雨看得不少苦苦煎熬的人眼纠点发红 这道殿雨自然便是临动的悬天殿 而此时的他们皆是盘坐于其中 这等悠闲 比起那些累得要死要活的旁人 不知道舒畅了多少 这玄天殿果真厉害 据说当年被玄天殿封印镇压的一魔王可不在少数 没想到会落到你的手中 助理大长老笑眯眯的望着这古朴的殿雨 这四周的墙壁之上 他还是能够感觉到一些古老的符文 这些符文当中蕴含着相当强大的力量 在这里可曾经是灭杀过与转轮镜的巅峰强者 相当的一魔王啊 侥幸而已 我实力不济 无法将玄天殿的力量彻底的施展 至于灭杀一魔王 想来现在还是不够的 临动笑笑 连轻智那等实力要灭杀一尊一魔王 都是催动了那灭亡天盘的力量方才成功 他与轻智之间还是有着一些差距的 哼不急 带得你此番获得了吞噬之主的传承 就能够将此弥补 到时候想来真正的遇见一魔王 也是可以一战 助理大战老笑着道 吞噬之主的传承 哪有那么容易获得呀 临动苦笑一声 玄机袖炮一挥 面前空间波动 将那外界的诸多景象 都是反馈而回 这荒原辽阔异常 常年笼罩天玉拳刚风 方向难辨 不过索性能够感应 那破碎空间 或许要不了多久 我们便是能够抵达了 你也将这极北地狱 想得太简单了 助理大长老摇了头 他目光盯着 那扭曲空间之外的景象 说道 越接近荒原的深处 刚风越凌厉 而一旦撞见天玄刚风暴 那更是麻烦了 另外 我们还得小心此处的妖兽 他们也不好惹 林栋微微点头 他素来谨慎 自然不会在这种地方换魂 当即仙神沉入宣天殿 将其操控着 迅速地躲过道道刚风 直奔荒原的深处而去 在对着荒原深处而去的路途上 林栋也见到了不少能耐不小者 竟同样是有着不少手段 避开凌厉的刚风 这倒是让他暗暗感叹 这妖语果然是卧虎藏龙啊 虽说林栋之前 在与助理大长老说话时略显谦虚 但毕竟如今的他精神力 进入了服装境界 在操控起着玄天殿 以时得信用手 因此在这段路途中 虽然刚风越发凌厉 但却并没有对他们的进行 造成丝毫阻碍 直到大约两个时辰后 有麻烦了 玄天殿内 林栋突然睁开了紧闭的窗目 脸庞上略过一抹凝重 只见得在前方扭曲空间 反馈出来的景象中 那不远处 一道上连天下连地的暗青色风暴 正在一种恐怖的速度旋转着 那其中所弥漫的刚风之灵力 就连林栋的皮肤都是泛寒了一下 天旋刚风暴 真是麻烦啊 助理大长老等人望着这一幕 也是无奈的摇撩头 果然还是躲不过 诸位 我接下来要全力控制玄天殿了 你们也多注意点 林栋面色凝重地提醒了一声 玄机盘坐下来 心神蔓延之间 立刻取得玄天殿的控制权 而随着他接手玄天殿 这殿内诸多的古老符文 也是开始闪烁起道道功能 一种强大的波动散发而出 在那外界 暗青色的风暴 犹如一条看不见尽头的妖魔 疯狂的肆虐着 此时已经有着一些强者被卷入其中 那些人的实力也是不弱 然而一旦被卷入 即便是原力再雄厚 也是直接被那无数的光蜂的 刚蜂一拥而上 瞬间连妖灵都是逃不出来 便是消散而去 凄厉的惨叫声 此起彼伏的响个不停 而在那更远处 也是同样的如此 显然大多数强者 都是遇见了这等阻碍 那刚蜂暴来得极快 很快的那种波及范围 便是接触到了玄天殿 顿时 玄天殿表面的光照 荡漾起急促的连移波动 就连殿身都是摇摇摆摆 一道冷恒声自殿内传出 玄机只见得万道鸿光 自玄天殿之内抱涌而出 仔细看去 那竟是道道神物 这些神物 环绕在玄天殿的四周 尖光闪烁 宛如铜墙铁壁 走 再度冷恒声传出 只见得那玄天殿直接是在诸多神物的保护下 笔直冲出 然后直接冲进了那刚蜂暴之内 灵力异常的刚蜂 铺天盖地的袭击在那铜墙铁壁之上 只见得那一道道神物之上的耀眼光芒 也是在以一种惊人速度暗淡着 这看得林栋有些心惊 这里的天玄刚风暴果然恐怖 怪不得没人敢来这里 在那神物防御上 时不时的会有这一道神物崩碎 这看得林栋有点心疼 虽然玄天殿内这般神物数不胜数 但用来装备手下人马也是挺好的 这样损坏真是不值啊 不过心疼归心疼 这时候也是别无他法 玄天殿凭借着神物的阻拦 还能够保持着一种不慢的速度前行 到时候只要冲进风暴的范围笼罩 应该便是能够很快地抵达荒原的深处了 林栋小心 然而就在林栋准备保持这种速度前行下去时 助理大长老以及柳青的声音几乎同时响起 而就在他们声音响起的瞬间 下方大地突然裂开 只见得十数到足足千丈的暗黑色触角暴略而出 直接是对着玄天殿缠绕而来 这般变故也是令得林栋一惊 目光下飘 只见得在那地底上 竟是有着一头万丈巨兽爬出来 在其轴身布满着无数巨大的触角 触角之上弥漫着刚风 是万丈兽 助理大长老望着这巨兽眉头一皱说道 万丈兽 小颜皱眉问道 一种变异的妖兽智慧很低 寿命却极其之长 看眼下这体积 怕至少也是存活了上千年了 大长老 柳青大哥 这东西交给你们了 我操控玄天殿冲出风暴的笼罩范围 不然拖延下去 迟早被风暴耗死 林栋沉声道 交给我们吧 助理柳青一笑 他们这里强者如云 光是转轮进的强者便是十数位 这万角兽虽然难缠 但还难不住他们 林栋点点头 心头一动 那玄天殿移动的速度再度提升 此时的他再也不顾神物的消耗 防御尽数开启 任由那刚风将一道道神物镇宝 下方的万角兽仰天思笑 在他那无数触角上面 一时布满着鲜血 显然一时有着不少强者被其所杀 他聚同盯着那远处风暴之中的玄天殿 玄迹万角同时呼啸而出 汇入那扑天盖地的灵力钢峰中 狠狠地对着玄天殿席卷而去 哼 虐诏 休得逞凶 不过就在那万道触角 要将玄天殿缠绕时 冷哼声突然传出 玄迹只见得浩瀚的原力匹炼呼啸而出 在那原力之上 渗透着一种轮回的味道 这两道渗透着轮回味道的原力匹炼呼啸而过 只见得一道道千丈触角 竟直接是被硬生生的切断 鲜血建设 宛如一场血雨 遭此中击 那万角兽顿时激励的吼力起来 攻击越发疯狂 不过那两道原力匹炼 却是将玄天殿收获得固着金汤 任由那万角兽如何疯狂的攻击 都是未能接近玄天殿 这该死的东西还真是没完没了 玄天殿内 助理柳青两人紧皱眉头 以为本身就是处于风暴之内 他们施展出来的原力 石城有着一半 得用来抵御风暴的司令 让方才能去对付那万角兽 如此一来倒是事半功倍 对于原力的消耗相当的惊人 林栋小哥 还有多久脱离风暴 段涛见状连忙问道 十分钟 林栋头也不回得道 助理两人微微点头 玄技双梦未避 催动着原力 阻拦着那万角兽的疯狂攻击 玄天殿内其余人皆是安静盘坐 不过眉头都是皱着 他们清楚 这玄天刚风暴的厉害 如果失去玄天殿的保护 他们即便是能够脱身 但也会必然被分散 到时候潜行速度 也会被大大减弱 安静在玄天殿之内持续着 大约十分钟后 那紧闭双目的林栋 猛得睁开双目 脸庞上也是有着一抹 如释中腹般的笑容 浮现出来 众人见状顿时一喜 目光投下那扭曲的空间 只见得此时那四女的风暴 竟已是远远的被甩在了后面 他们总算是冲出了 风暴的笼罩范围 真是麻烦哪 小雕望着轻松下来的气氛 也是松了一口气 笑道 林栋微微点头 旋即袖跑一挥 玄天殿便是消失而去 众人再度出现在了外界天地 而当他们出现后 视线习惯性的四处一扫 再接着身体便是突然凝固下来 目光泛着一些震动的望向前方 在那前方的天空 似是有着一道数千丈庞大的黑色裂缝 缓缓地撕裂着 那番模样犹如恶魔之嘴 一种无法形容的可怕能量 自那其中散发出来 我们到了 林栋望着那黑色空间裂缝 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漆黑的毛子中 有着浓浓的灼热之色涌出来 终于找到你了